有一个报复的机会 只要你有老婆 并且带上她来参加这一场 被老婆过水坑挑战 坚持到最后就能赢得五万美刀的奖励 挥一个脚底一打滑就把老婆坑了 脑袋结结实实地顶到了泥巴上 还好今天输的是丸子头 我的妈爷 话还没说完老婆又喝了口82年的老泥巴水 真是好气又好笑 没想到今天一开局就是经典名场面 三号夫妻这造型是怎么回事 老婆的白裙子竟然被荡成了丝巾包在头上遮太阳 这哥们真是太会玩了 而且小哥竟然穿着JK裙 哎呦 腿脚一软老婆就喝了水 这一把同样把老婆害得很彻底 四号兰一哥狂奔而来 速度太快实在杀不住脚步 一下水坑老婆没有意外地也洗了一把脸 场面一时间似乎有些混乱 吓得老婆大人连连惊叫 五号绿一哥一下来直接就给跪了 看来这身体也是不行啊 想要扛到最后拿到奖金估计没啥可能性 你看把老婆吓得一只手都僵硬了 六号会一哥身强力壮一路顺风顺水 小小水坑根本不在话下 是今天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七号这一对你容我好好看看 你们家似乎不大对劲啊 别人男人背女人 你们怎么是老婆背着老公来挑战 实在亮瞎所有观众的眼睛 这家庭地位谁更高一目了然 八号绿鞋哥同样是个急性子 猛的就冲下了水坑 身子差点就没能站稳扑进水里了 老婆更是吓得直扑腾 九号大叔老当义壮啊 老婆看起来很年轻 我的妈爷 大叔这腿脚不大利索 老婆翻身就下去游了游 十号红一哥全速爆发 直接就把老婆坑得很彻底 那涂满化妆品的脸 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脏水坑 十一号绿鞋哥同样如此 把老婆的脸按在泥水里 洗了一遍又一遍 绿鞋哥几乎要站不起来了 十二号头金鞋太虚了 一下来就瘫坐在地 老婆更是可怜 头金鞋好不容易才撑着站了起来 十三号灰酷哥下了水坑后站得很稳 就是老婆的长发像个扫板一样 拖着水前进 哈哈哈哈 这下直接来了个大满罐洗头洗脸 十四号小哥小心翼翼地走下了水坑 看来是个疼老婆的好男人 一不小心也是差点扑街 十五号这对夫妻似乎在闹矛盾 老公的体能不大行在水坑里挣扎了好久 男人洗完头女人洗 笑晕了 老婆这脚像在水面扑腾的压长 特别搞笑 旁边的观众都几乎笑蒙圈了 夫妻俩最终继续朝前挺进 十六号条文山哥这衣服看起来很眼熟 我想问问你们是刚出狱就来参加吗 等一等 这两位竟然都是男的 懂了懂了 新时代的爱情果然与时俱进 希望你们两个能坚挺到最后 十七号黑一哥一下水坑就让老婆浸在水里 刚想起身又是腿脚发软让老婆再浸一次 老婆就这样被折磨了一次又一次 万万没想到这场奇葩挑战的最终获胜者竟然是头金哥 实在不可思议 头金哥最终坚持跑完十五圈打破了所有人的记录 恭喜头金哥夫妻赢得今天的奖金